记者从4日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场获悉 截至4日上午8时 鲁店803地震已造成昭通市21万户 共98万余人受灾 当地紧急转移安置29400人 据通报 截至4日上午8时许 鲁店803地震已造成昭通 取近两市381人死亡 受灾人口达21万户98万余人 灾害还导致昭通市房屋倒塌11484户 42981间 当地已紧急转移安置29400人 据通报 目前灾区的交通、电力、通讯已中断 抗震救灾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 昭通市已调集医疗救护人员 公安干警、部队官兵和民兵应急分队 等共6000余人 投入抢险车辆1000余辆 调运救灾帐篷4000顶 折叠床4000套 棉被5000床 大衣5000件 采条布1200件到灾区 紧急转移安置无家可归 和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 并积极组织大米、方便面等应急生活物资 另据从公安部消防局获席 截至4日8时 在云南鲁店地震 参与救援的消防部队 共搜救出26人 搜寻出预染者遗体31具 疏散转移群众1200余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